全任期在台湾有多达13家分店的知名连锁健身房 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间陆续宣布各分店结束营业 不少会员除了感到错愕 更多的是满满愤怒 什么也没想到健身业者当初说好 4100万退费准备金却沦为一场空 健身房缆课时原本宣称教练课没有使用期限 不少消费者大手比买下课程 甚至还有人一次签下好几份合约 无预警结束营业说好的退款 迟迟没下文 目前六家分店的受害会员超过98人 损失金额高达350万 就连健身房教练也证实明明说没有使用期限 却又在合约里藏了一条淡书 投诉人质疑合约规定会员必须五天上一次教练课 难道没有超迈疑律 记者实际致电给健身房公司截稿前无法取得回应 只是被害人如今也只能成立制救会发起申诉 后续也不排除透过司法管道为自己讨回公道 上次新闻黄星辰 赖星宜 桃园 采访到